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问题列为重要项目 公然踩踏中方红线 鼓吹中国与台湾互不隶属 对此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3月1号回应表示 欧洲议会报告有关涉华内容 严重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侵犯中国主权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报告公然鼓吹一中一台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为台独势力张目 暴露出欧洲某些政客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 以及妄图阻挠中国统一大业的阴暗嘴脸 发言人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对此予以明确 1975年中欧建交时 欧方明确承诺就台湾问题 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接受的立场 不同台湾保持任何官方关系或缔结任何协定 发言人强调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将统一 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不可能阻挡 奉劝欧洲某些政客多读读书 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多做有益于中欧关系发展的事情 不要再在世人面前一笑大方 我们再来关注发生在夏津海域的214恶性撞传事件的后续情况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海巡部门代表与大陆方面代表 3月1号晚间9时再度展开第12次协商 耗时约40分钟即结束 大陆方面代表离场时面对媒体提问 未做出回应 而此前2月29号 双方进行了第10和11轮闭门协商 依旧未有工时 据台媒报道 台海巡单位已经定调 坚称该事件是所谓单纯的执法个案 且并未规划书面道歉 依照目前客观的我们的调查的客观证据显示 并没有同仁的疏失责任 所以目前我们没有书面道歉的这个规划 不过 对于台海巡单位的说法 岛内网友不以为然 称欧巴 疏失一大堆 还所谓依法执行请勿 金门这种特殊地区散兵一堆 死要面子 民众承受风险 还有网友称 真相拿出来简单就可结案了 这样化简为烦 告这么多天不累吗 2月29号 台海机会副秘书长蔡孟军 在海机会进行背景说明会 对于相关协商进度 蔡孟军三肩其口 仅表示由相关机关处理中 希望各方能理性务实看待这个事件 这起不幸的事件 本会向家属表达慰问跟关怀 在他们停留期间 也随时关注提供必要的协助 214恶性撞传事件 台方迟迟为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 备受舆论质疑 2月29号 无党级民代高金素媒 当选台立法机构所谓内政委员会赵伟 随即就开始着手安排下周议程 根据高金素媒的安排 3月4号星期一将召集台海洋事务部门陆委会 就214恶性撞传事件进行专题报告并备寻 今年1月15号 太平洋岛国脑鲁宣布 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事关系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3月1号报道 台湾地区在脑鲁的一名男性外事人员 在办理撤离事宜 销毁物品时损毁了一面脑鲁国旗 随后被积压 至今滞留无法撤离 台湾媒体报道称 该外事人员当时在销毁文件 由于未注意到当中夹杂了一面脑鲁国旗 因此才会一起焚烧 视频中可以看到 该名台湾外事人员在用棍子整理销毁文件时 不断用棍子挑动这面脑鲁国旗 这一幕被当地人拍下视频交给警方 随后该男子被羁压 至今无法撤离 对此台湾市部门1号回应声称 由于该人员在销毁作业现场 为配合脑鲁方面调查 所以散无法离境 针对该人员至今无法撤离的消息 在台媒相关报道评论区 有网友留言讽刺 不可能是误烧了 活该 此前脑鲁政府 今年1月15号发布声明表示 脑鲁政府按照联合国2758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脑鲁即日起 断绝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 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 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 2月29号21点03分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使用长征3号已运载火箭 成功将卫星互联网高轨卫星01型发射成空 台防务部门当晚又发布新闻稿炒作称 大陆火箭飞越台湾地区上空 对于台防务部门的炒作 岛内网友联系台湾2024选举期间的类似事件 当时台防务部门特别发布防空警报短信 网友讽刺称 这次怎么没警报 据台媒报道 台防务部门在2月29号晚称 大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执行运载火箭搭载卫星发射任务 火箭飞行路径经台湾中部朝西太平洋方向 高度位于大气层外 对台湾地区无危害 该部门还老调重谈 声称台军所谓适切警戒与应处 台湾中时新闻网在报道中提到 台防务部门在2月26号曾提前预告 大陆将于2月29号在西昌发射运载火箭 并研判飞行方向为西太平洋 会经过台湾所谓防空识别区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年1月9号 台防务部门曾发布防空警报短信 内容为大陆于15.04分发射卫星 已飞越台湾南部上空 请民众注意安全 若发现不明物体 通报警销人员处理 而后腹的英译版本 却将卫星翻译成导弹 有报道称 不少岛内民众收到多条警示短信 有人甚至三秒钟内收到三条 造成人心惶惶 而此次台防务部门通报 大陆发射卫星的消息 也引起不少岛内网友的议论 有人评论说 怎么没警报 有网友称笑死了 没有选举 没有警报 还有网友说 既然是高度位于大气层外 对台湾地区无危害 以后这类情况就不必对外发布 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刷存在感罢了 3月1号是台湾赴大陆旅游团 开放的第一天 根据台湾旅游业者的统计 当天至少有50团上千人 赴大陆旅游 热门的地点包括了像是 九寨沟 重庆及张家界等等 不过按照民进党当局 春节前2月7号的发夹湾规定 6月1号起 台湾赴大陆旅游团就禁止 再出团了 岛内业者强烈不满 各方奔走 争取能持续出团 此前 民进党当局原本宣布 3月1号起 开放台湾旅游业者 做团赴大陆观光 然而台交通部门 在农历年前 政策急转弯 突然宣布 要岛内旅游业者 停止招揽 前往大陆的旅游团 而3月到5月底的 已成团者仍可出团 6月起禁止出团 期间限定的 赴大陆旅游团 3月1号首发 当天一早 就有台湾雄狮旅舍的 首发团 前往上海五日行 搭乘台湾长荣航空 12点35分 飞往上海浦东机场的 BR752航班 能够乘行 其实是蛮好的 去年就说有要开放 所以大陆旅游团 想说跟着这次放下 然后去大陆 对 所以很容易 好像这是第一批吧 对 然后开放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岛内各家旅行社 附陆旅游团非常热门 据报道 自宣布开放 组团附陆之后 岛内旅游业者 集结获不少民众询问 3月至5月出发的团体销售 至少都有9成以上 根据业者统计 3月1号至少有50团 突破上千人赴大陆旅游 其中 台湾熊狮旅游表示 当天共计出发14团 310人 热门旅游目的地包含 九寨沟 重庆 张家界 及山东等 该旅游业者还指出 3月1号出发团体中 超过9成 为8天以上的长天数行程 不少旅客希望 可以趁此机会 深度游玩大陆 台湾可乐旅游表示 3月1号 共发将近30个旅游团 共600人 桂林 云南 黄山 旧寨沟等 都是比较热门的旅游景点 看看3月1号 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 首发团体能够成行的 台湾民众脸上 那灿烂的笑容 足以说明 大家对于赴陆旅游的期待 然而像这样的赴大陆旅行团 6月1号 就会被民进党当局禁止了 事情可以追溯到 2024年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 当时岛内旅行业者 酝酿上街头抗议 要求恢复两岸旅游常态化 民进党当局顶不住压力 才宣布 2024年3月1号 解除附路禁团令 只是没想到 才刚选完 民进党就迫不及待的 粗暴的毁信气诺 春节前的2月7号 台交通部门吴玉景宣布 即日起叫停 岛内旅行社组团 赴大陆旅游 6月1号后 不能再出团到大陆 这不仅让岛内的旅行业者 过了一个郁闷的春节 更为接下来惨淡的经营 感到担忧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 党团总照傅昆琪质疑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当选人赖清德 把手伸进台行政机构 撕回选前承诺 是破坏两岸和平的举动 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 兼任教授林祖嘉 发文直言 禁团令就是一个不合 清理法的规定 不仅让旅游业者的生计 大受影响 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也是极为不利 岛内民众称 民进党不愧是台湾最大的 诈骗集团 台湾中国时报的评论指出 民进党当局 不顾台湾旅游业者的死活 任意调整政策 这是不合人情的 民进党当局 要想限制台湾民众的自由 必须要有足够的 相关的法规依据 而不是肆意为所欲为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月28号批评民进党当局 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要解决问题 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中国国民党和岛内旅游业者 要求民进党当局 收回成命 呼吁5月将上任的赖清德 明确表态 否则不排除520 上街头 强烈抗争 以上就是今天 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 和评论的树立 好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中国国民党新科民代 翁晓玲 曾任所谓 台通信传播委员会委员 对于台立法机构的运作 相当熟悉 在3月1号的 台立法机构质询中 他以质询者的身份 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陈建仁提出了 关于禁止台湾旅游业者 组团赴大陆游的禁令 问题 尽管是新科民代 但他的质询是相当犀利 问得陈建仁不得不请韩国瑜出面 维持秩序 中国国民党新民代 翁晓玲在质询中表示 民进党当局禁止台湾旅游业者 组团前往大陆的限制 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的 所谓特别条例的基础上发布的 而该条例已于去年7月1号废止 因此禁团令也应该随之解除 他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 或其指定的部门主管回答这个问题 部会还有院长现在所做的事情 回答的都不算数 你今天是在浪费时间 请注意您的发言 您现在是在进行反质询吗 质询台上火药味浓 陈建仁对翁晓玲的提问不以为然 翁晓玲则直指 处于看守期的台行政团队 不能推动重大政策 这话陈建仁无法接受 双方当场护杠 就怕自己的身份被压低 陈建仁连问两次 你确定吗 眼看翁晓玲问题犀利 陈建仁赶紧请出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韩国瑜救援 即使韩国瑜喊了时间暂停 翁晓玲还是没有想让的意思 中国国民党新科民代的总质询首战 除了争取曝光 也让外界看到了他们的战力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品质生活 甄选好物 大家好 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铁峰 睡觉这个事啊 您还真得重视 因为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啊 草籍药糖酸道仁 胺睡膏 富含酸道仁 福灵 百合 黄金 桑肾等7种中草药 48小时慢火熬制 每瓶300克 原价198元 今天好物推荐 值价169元 每瓶仅需29元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仅有200组 建议多组订购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啊 理想的睡眠是一沾枕头就能睡着 每天睡眠能增加几小时 这样的睡眠给做金山都不换啊 我向您推荐草籍药酸道仁 胺睡膏 它是浓缩的酸道仁精华 更好吸收 而且搭配了茯苓 百合 黄金 桑肾等7味中草药 高方采用文火慢炖48小时熬制 每瓶300克 原价要198 今天好物推荐给您 直降169人 每瓶仅需29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马上就要受空了 建议您多组订购 长期服用 赶快拨打屏幕电话订购吧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 蔡英文办公室一号晚间惊传枪响 台军警一名士兵当天晚间执行勤务时 举枪自尽身亡 蔡英文办公室一号晚传出枪响 惊动民进党当局高层 负责守卫蔡英文办公室安全的 台军警211营一名士兵 当天晚间九十四十分许 在执行卫少勤务时 疑似情绪不稳 举枪自尽 另一名士兵见状 立刻通报蔡英文办公室的示威士 并通报警方和消防部门 但到场时 这名士兵因头部中弹 已当场身亡 对此 台军警指挥部大晚表示 台军警211营古姓士兵 21点36分时许 执勤卫少使 持枪自我伤害 转送台北中山马街医院急救 经抢救后22点25分 医生宣告死亡 台军警指挥部表示 对此不幸事件 深表遗憾与不舍 单位已则派干部 协助家属处理相关事宜 后续并配合检调 厘清照音 同时要求加强倡导 尊重生命教育 及心理辅导作为 已杜绝类似案件 据台湾媒体1号报道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八堵分住所 2月29号晚间 突然被一辆小货车冲撞 造成两名警察受伤送医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经抢救后仍死亡 报道称 照视者案发后 徒步逃离了现场 在穿越平交道时 被火车撞击死亡 转个弯直冲进派出所 车速相当快 值班台的警察毫无防备 完全来不及反应 而肇事驾驶员似乎早有预谋 明明看到有人 竟然完全没有刹车 用力冲撞上去 而换个角度可以看到 画面相当惊悚 只有三秒的时间 门直接被撞破 值班台瞬间粉碎 车辆直到撞上墙面才停下 两名值班警察惨遭波及 随后没多久 见识器中看到 肇事驾驶员立马 汽车逃逸 从大门口 往附近平交道方向跑 最后在轨道上 遭火车撞击 当场身亡 期间 他还擦撞了一名 骑摩托车的民众 他在路边已经撞到东西了 然后谁叫我 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回撞了 结果就撞到了 这名被擦撞的民众 原本要报案 不料跑到派出所发现 派出所也被撞得一片狼藉 据台北报道 这起事件发生在 2月29号晚上10点 嫌犯偷了一辆 白色货车后接连涉案 我在办公室跟民众调解 纠纷 就听到碰一声 当天24岁警察 苏佑红被撞 当场没有生命迹象 送医后不治 而同样24岁的 料姓女警察 则是擦错伤 没有大碍 发生这种事情 真的很遗憾 他那个也是在直判台 真的很认真的在工作 只是他就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真的也很难过 目前该派出所暂时无法运作 整起案件 警方仍在调查中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品质生活 甄选好物 大家好 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铁峰 睡觉这个事 您还真得重视 因为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啊 草籍药糖酸道仁 安睡膏 富含酸道仁 福灵 百合 黄金 桑肾 等7种中草药 48小时慢火熬制 每瓶300克 原价198元 今天好物推荐 直价169元 每瓶仅需29元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仅有200组 建议多组订购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啊 理想的睡眠是一沾枕头就能睡着 每天睡眠能增加几小时 这样的睡眠给做金山都不换啊 我向您推荐 草集药堂 酸道仁安睡高 它是浓缩的酸道仁精华 更好吸收 而且搭配了福灵 百合 黄金 桑肾等7味中草药 高方采用文火慢炖 48小时熬制 每瓶300克 原价要198 今天好物推荐给您 直降169元 每瓶仅需29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 马上就要受空了 建议您多组订购 长期服用 赶快拨打屏幕电话订购吧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云林寄生公司苏丹红辣椒粉 十安风暴 在岛内连环暴 现在又查出被制成了咖喱粉 贩售到全台12县市 云林卫生局人员来到寄生公司 将所有红辣椒以及相关原料 全部查封 并要求寄生公司 不论是红辣椒以及相关产品 产线全面停工 就连门口都还堆放着大量查口原料 寄生公司云林斗六厂 自2月初爆发苏丹红辣椒粉事件后 除了自家产品 也让不少下游业者受害 苏丹红辣椒粉呢 现在更被制成了咖喱粉 而且统统流露市面相在北市的这家餐厅 就被查火 使用有问题的咖喱粉 继此前 调味料 猪肉干 猪肉丝等产品 被验出含苏丹红后 如今 云林寄生公司又被查出 使用苏丹红辣椒粉原料 制成印度咖喱粉 贩售到新北市三家业者 其中一家未使用 全数退回 另外两家进货657.6公斤 以下架421.2公斤 出货与杂粮行 以通知停止贩售 并陆续回收中 事件被爆出后 全台又开始追起了 苏丹红咖喱粉 这批问题咖喱粉 多达450公斤 流入全台12县市 包括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市 台中市 云林县等卫生局 1号都开始紧急回收 云林县卫生局表示 除了查封原料 未来也将针对寄生公司 作业环境 原料验收 以及产品追踪 要求业者提出改善报告后 经过卫生局审核 才能复工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腿脚发软 腰杆无力 关节不适 这人老了呀 为什么紧急腰腿 老出问题啊 原因之一 您的骨骼变疏松了 试试优刃集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集排 三七安糖骨碎骨胶囊 有三七 葛根 骨碎骨 还有安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不是简单 补钙补安糖 三七 葛根 骨碎骨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骨骼骨胎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 可以试试吗 颈尖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9块9 整整60例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级 专为中老年研发 老胡老 以及人之老 弘扬 敬老爱老 新风上 哎呦 妈 腿脚没劲 是不是骨骼变疏松了 骨骼变疏松 事实优刃级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级牌三七 鞍糖骨碎骨胶囊 有三七 葛根 骨碎骨 还有鞍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狠七样 不是简单 补钙补鞍糖 我们的骨骼 通过密密麻麻的血管 来获得营养 老年人 容易循环不畅 三七 葛根 骨碎骨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骨骼 胺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变密了 骨骼更有劲 优刃级推出 九块九体验活动 颈尖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九块九 整整六十里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抗疏松 抢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级 专为中老年研发 孙老为德 敬老为山 妈 你腿脚不好 多补点 和您的儿女一样 我们希望您腿脚有力 腰杆挺拔 颈尖灵活 所以优刃级 一直坚持九块九体验活动 优刃级排三七安堂 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 葛根 骨碎补 还有氨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您记住了 优刃级九块九 可以先体验 九块九 能吃几天呀 整整六十里 可以吃十天 包邮到家 不满意能退吗 不满意 能退货 你们做儿女的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骨骼长保养 一定要坚持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幽刃级 专为中老年研发 玉枝林药业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快速了解一下 国际方面的消息 据法新社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3月1号在乌东部城市 哈尔科夫 与到访的荷兰首相 旅特签署 两国安全合作协议 协议有效期为10年 协议规定 荷兰2024年 将向乌克兰提供 20亿欧元军事援助 未来10年 荷兰将在推动 乌安全和国防力量 现代化 增强乌军与北约部队的 互操作性 发展乌国防工业等方面 提供帮助 荷兰将与伙伴国家合作 优先解决乌方 在防空系统 火炮 远程火力 装甲车等方面的 破解需求 协议规定 乌克兰将确保 荷兰提供的军事支持 仅用于自卫和威慑 双方将共同监督 防止军援物资 被非法转移 俄罗斯国防部 3月1号发布消息称 当天 俄导弹部队 在普列谢斯克发射场 进行了搭赛克 分离弹头的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的 发射训练 导弹顺利击中 位于勘察家半岛靶场的 指定区域 俄国防部表示 此次发射训练的目的是 确认该型导弹系统的 战术 技术和飞行特性 所有预定训练科目 全部完成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分为机动式和固定式两种 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 当地时间3月1号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出席第三届 安塔利亚外交论坛 开幕式并发表讲话 他说 要解决巴以冲突 就必须要在1967年 边界的基础上 建立一个独立 并拥有主权与领土完整 以东耶路撒冷 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埃尔多安说 土耳其所处的地区 面临地区冲突 紧张局势等多重挑战 土耳其以恐怖主义 进行了40年的斗争 本届安塔利亚外交论坛 为其三天 主题是危机时期的外交 旨在为当下 寻求和平解决 地区动荡局势 展开讨论 并提供新思路 主要议题包括 巴以冲突 俄乌冲突等 重大国际问题 据印度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3月1号 印度南部城市 班加罗尔的一家咖啡馆 发生爆炸 导致至少10人受伤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目前 伤者已被送往医院 接受治疗 初步调查显示 爆炸疑似由一个 自制小型简易爆炸装置 引起 一名用餐者留下的一个袋子里 藏有爆炸物 在其离开后发生了爆炸 警方正在查看监控录像 已确定嫌疑人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欢迎订阅 2024全国两会 全媒聚焦 新不见蓝图 嘱托再见 接续奋斗 图系新篇 新发展 新征程 从春天出发 我们向心而行 很多人体检才发现 血脂高了 能不能找到一个植物的方法呢 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 研发了真通机 真通机采用三期 单身 银杏叶 黄芪 葛根 玉竹 鱼甘子 七位植物 先后进行了动物实验 人体实验 安全性评价等 多项实验检测 功能成分明确 可以帮助降低血脂指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跟同底 全是植物原料 我很自豪 先知道 我们有了植物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是国家发明专利 真通机牌三期单身黄芪胶囊 体验只要九块九 整整六十例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血脂高 早重视 血脂降一降 血流更通畅 真通机牌三期单身黄芪胶囊 采用七种植物原料 功能成分明确 帮助降低血脂指标 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为了让大家受益 也让儿女放心 真通机推出体验活动 体验只要九块九 九块九 九块九 整整六十例 先体验 再决定 九块九 包邮吗 不但包邮 不满意 还能退 你们年轻人都明白 也欢迎你们监督 真通机 七种植物国家发明专利 体验只要九块九 整整六十例 包邮到家 血脂高 早中去 血脂降一降 血流更通胀 真通机 七种植物 降血脂发明专利 玉枝林药液 尊老为德 敬老为山 很多人体检才发现 血脂高了 能不能找到一个植物的方法呢 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 研发了真通机 真通机采用三栖 单参 银杏叶 黄芪 葛根 绿竹 鱼干子 七味植物 先后进行了动物实验 人体实验 安全性评价等多项实验检测 功能成分明确 可以帮助降低血脂指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跟通敌全是植物原料 我很自豪 先知道我们有了植物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是国家发明专利 真通机牌三栖单参 黄芪胶囊 体验只要九块九 整整六十粒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血脂高 早重视 血脂降一降 血流更通常 真通机七种植物 降血脂发明专利 例行节约 反对浪费 老胡老 以及人之老 弘扬 敬老爱老 新风赏 保护生物多样性 珍爱森林 珍爱湿地 美丽家园 精心呵护 大软 把 led动污垢 大软争icles 401收到 出发 先生 你好 过马路不要玩手机 快速通过 先生您好 这里不能临时停车 请尽快驶离